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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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那次又和牛灣瓶奮鬥 檢獲二十公斤海洛櫻 有謂他就一個衝進現場 我經常跟阿彪說 阿彪 你這個聖誕在歐記做事 遲早會出事 為什麼?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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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中文都沒什麼厘頭 他也是在吃嬌羊那些 因為Worban Williams他之前拍過一套 也是做老師 又是一些嬌羊什麼的 又回到這個名字 其實這套戲的故事不複雜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天才兒童 因為他本身孤兒 也經常被人虐待 因為他有些家庭跳來跳去 有一次機緣考核之下 就被一個大學的教授發言 是一個數學天才來的 就想他導入正軌 做一些可能研究的事情 但是那時候有些叛逆 還有因為他有案底 法官就說他probation即是叛逆都行 但首先就要證明他有做research 還有要他見個心理醫生 因為這個人真的太聰明了 就激走全部心理醫生 直到他找到Worban Williams 做一個應該是心理學教授 就開始跟他聊天和到向他回正軌 他很有趣 因為我之前也不知道 原來他有個編劇 也拿了當年奧斯卡爾最佳編劇 就是 Matt Damon自己 和他的朋友 Ban Everett Ban Man 不過我看回看的時候我認不到他是Ban Everett 即是他的主角的Fan 他以前整個身形比較少 是 Matt Damon也是 Matt Damon我還認得他的樣子 但是Ban Everett 我真的認不到他 他們兩個是編劇來的 Ban Everett在電影裡面好像是做地盤 我記得 兩個都本身是地盤 劇本本身是Matt Damon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學 總之是他上編劇班的功課 他寫完之後就找Ban Everett 四維銷 再改 兩個都寫完之後就四維銷 最後就拍了現在這部電影出來 大致上是這樣 那部電影 老實說 我覺得劇情是很老套的 OK 都是那些 他又沒有什麼高潮起跌的 劇本寫得精不精彩呢 我覺得是普通的 他最成功是找到 Robert Williams 來做那個心理醫生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Robert Williams 我覺得他厲害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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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拍到正劇 我舉個例子 周星馳是拍不到正劇的 我不知道原因是哪裏 可能因為他拍笑片的形象太深入民心了 你見到他會忍不住笑 就算哪怕張家輝也要很多年才撕到那一陣 不知道是爛片味還是笑片的味道 然後Robert Williams 是很厲害的 他自己也拍不少正劇的 我覺得這個演員很厲害 他也憑著這裏片拿到奧斯卡最難陪葛 我認識他 他英年早小 我認識 六十多歲都不英年 如果六十多歲就算早 他財君自殺 還有英國症 用這個方法離開就可惜一點 他好像早一年左右 這陣子自殺 不是很多年之前的事 好像這一兩年 去年的事 其實幾套戲都挺印象深的 例如我喜歡看Jumanji 《途出魔幻記》 有一套經常說好看 但我還沒看 《Good Morning, 越南》 《越南總安》 《越南總安》 還有一套扮女人也挺有笑的 《肥媽先生》 因為他扮那種喜劇 不是弱視色那種喜劇 他有一種淡淡言的笑話 那種 他就不是那種扮低能 我講的 Jim Carries 他就不是那種 他是另一種 這個演員 我挺喜歡的 小時候就 老套一點說 小時候就開始看他 另外見到 那時候還有很幼暖的 Matt Damon 我想問問一下大家 因為其實 首先 他們的樣子都很老直 年輕的時候已經像阿叔 那樣 你覺得他想不去演戲嗎 我喜歡看他的 他很容易入屋 我覺得他的感覺 其實 想不去演戲 我覺得一般 但都很喜歡他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Tom Hanks 因為Tom Hanks 就是那種很 對 你看到McDamon的感覺很努力 他是不停試 也沒什麼所謂的 什麼都做 姦又做一下 鐘又試一下 他最喜歡被人做拯救的角色 也是 從這部電影開始 就要請個心理學教授 來拯救他人生 到現在 上到火星都要人救 火星都要人救 火星都要人救 然後Saving Power Ryan 還有一套叫做 Inner Snelline 都要人救 都是他 都是他 我不知道他身價多少 但聽說他底調 因為早 五六年前 有人計算過 他拍《半碟追擊》那一陣子 根據這個成本 我想就是 演員的身價 versus票房 他的比例是最高 簡單來說 他是最底調 性價比最高的演員 因為他 感覺上 如果是這樣看 他叫甲高 他應該跟其他 如果跟他同一線的比 可能是 迪卡比奧 可能是 湯國老師應該早他一倍 我想 是 Ban Everett 他應該算是便宜的 如果跟這些比 因為始終他不是賣帥仔 那種 還有那套半碟追擊 也打得不錯 我覺得 三集 收得的 他打 我意思是 你很明顯看到 他是操過 落場打 就不是很流 不會說花拳 授腿 他真的 是抽得那一隻 另外就是 這套戲 我覺得挺有趣的 為什麼這陣子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陣子有很多 學生自殺 我 其實看到有度 是挺印象深刻的 因為剛巧我最近 跟社工朋友聊過 我跟他聊兩句 他說 接下來主要會越來越多人自殺 因為大家知道 自殺開後 可能引發起其他有同任問題的人自殺 我問了他怎麼解決 那是很有趣的 其實跟這套戲有少少相似 我就跟朋友說 拉梁振英是誰 其一 其二就是 吳克劍 也是 其二就是 他說 其實很簡單 你叫老師 都可以跟學生聊天 但是沒有時間 上個禮拜訪問那個 是的 朋友都說 不是間不中聊兩次 要長期跟他建立一個關係 不是說可能突然間 我們今天有個休息 一個小時大家出來聊天 不是這種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這些 因為我朋友是用這些 專業 我嘗試表格出來 他意思是 自殺的人 是跟社會斷絕了關係 跟其他人斷絕了關係 你要跟他建立那個關係 他就會好很多 學校最好的當然是老師跟他聊天 但是Kennie說 現在人們有太多工作 而且最厲害的是什麼 你如果跟上面 反映了你想少些事情去做 他會把其他事情塞給你做 當然 現在整個政府都是這樣 家族認識管 真的很厲害 沒有人出的 那一套戲是看到的 最初那個老師 找一些心理醫生給他 想很快地處理這件事 其實是不行的 反而是 Robert Williams 那個角色 慢慢和他聊天 慢慢和他建立了一個關係 會很多 其實這套東西是 你見到的 你見到的 其實是 處理一個人的問題 其實你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技巧 你不需要跟他聊天 聽他講話 還有最重要是個 耐性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見到 其實War Williams 為什麼可以 跟之前那些心理學家 出來的結果有分別 就是因為他很有耐性 去嘗試用不同的方法 去和Madiman溝通 而 也真的可能嘗試過很多方法 都不行的 Madiman都是走了 然後他都會 繼續 用其他不同的層面 的角度 去和他 再嘗試去聯繫 然後才可以 其實 不只是 Robert Williams 幫Madiman 其實另一方面 都是Madiman 幫了他自己 去解決他之前 可能是他老婆 離開了 他那個心結的事情 所以就不是一定 你幫人的 互相幫助 但看到就是 其實需要大家 互相交心 那一部分 才做到這 有朋友的幫助 鼓勵他 早上載他去上學 很重要 但是 還是那句 你看到的就是 香港的老師 一定沒有什麼時間 大家都沒有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朋友 如果他不可以請他 叫雞 射過精 那個人 我覺得還可以的 朋友就留意一下 我社工的朋友都說過 一個人自殺 如果有個人經常跟你說 想自殺 多數都不會死 反而是哪些人會自殺 他會做很多事情暗示 例如哪些 突然送禮物給你 十年生日都不送 突然送禮物給你 又或者 聊電話 跟你說 十年又不打給你 突然打給你跟他談很久 例如 平時叫雞 或者跳舞 都是你問你借錢 這次突然都給了 你要小心 好像有些經歷一樣 對 要小心 有些刺眼會不同 例如大家說電話 後來就說 收視便會說拜拜 再見 如果跟人說再見 就要小心一點 也不需要說什麼 鼓勵的話 其實那些冷靜面的說話 我社工朋友說他不知道 但他覺得沒什麼用 那些什麼 努力一點 好像政府說過 我都行 你都不行 你怎麼會不行 那些就沒什麼用 那些智囊團是智障 對 其實很簡單 你跟他們聊聊天 內心一點 聽聽說話 或者介紹女人去吃 也可以 這是可以的 絕對 不要介紹太醜樣 盡量 好醜醜的一餐 盡量不要你吃過那些 你吃剩的那些 推過來 沒有 我自己覺得 但其實我自己就 如果大家想看這部電影 就有點悶 實實實我都覺得 平的 都可以平的 很平的 你不要以為最後有些 高潮貼皮 沒有的 突然之間殺人 沒有那些 其實這部電影就真的看 Wolf Williams 都是講來講到 比較平淡一點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 另外一個人看到的 因為其實他有兩個老師 原先的數學老師 那個女主角是誰 有一個女的 我記得那個 那個名不經存 黑頭髮那個 方便 好像不是那麼漂亮 只是醜 她是玩特色的 玩特色的 我也沒有印象 那條女的 只是醜 另外那個老師 其實那種很典型的香港家長 我覺得你浪費了 就努力一點做事 做回你適合做一點 其實Wolf Williams都說 你覺得他適合做這件事 你覺得他有這樣的天分 你有沒有問他 他想不想做 你有沒有問他想怎樣做 你有沒有問他想怎樣做 其實裏面有度很驚 我覺得那個對話 我就覺得很深刻 就是 因為那個 Mac Damon太聰明了 常常在他射走那些人 他都知道很多事情 他上了公司 好像是自辯那些人 他都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Wolf Williams 就這樣問他 他說 他很有趣 他都說 我砌磚有什麼問題 我砌磚的人 我砌磚的人 我掃地 這些是很值得 有榮譽的工作 你是不是看不起那些人 然後 Wolf Williams說 我不是看不起那些人 你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你 杜杜不掃 你去到大學那裡掃 為什麼 你見到 走過課 你見到那條題目 你要解釋它 為什麼你還要不承認 你覺得這些很榮譽的事情 其實你自己想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能不能回答我 其實我覺得 亦都可能跟很多年輕的人說 劇年長都是 你自己想做些什麼 你能不能回答你自己想做些什麼 你是很重要的 不要 有時候說 不要讓別人跟你說 天凡 剛好就做些什麼 你喜歡不喜歡做這件事 你想不想做 我們先做些什麼 嗯 759 貼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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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嘞嘞嘞嘞 759 無論用什麼方言 去讀759這三個字 它依然是 那麼便宜 那麼划算 買 我是蔡蔡子 現在 你們聽的是 234 我是 一匹鳞子 和 一條毛毛蟲 歡迎你們收看 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可以 這部電影是可以找回來看的,但我自己覺得是比較慢熱和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轉變 整體來說是生活一點的 其實你看得出都很幼暖的本音品 純粹只是說了一件事 沒有什麼看完很衝擊,心情起伏很重要,我覺得沒有這個 但是趁著有人說現在年輕人,有些輕生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今天很可惜,喉嫩有點痛 大致上都是整個這些戲,選一些這些戲來看 我自己覺得在你自殺的情況下 你選一些好的戲來看,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你看完 都會有些不同的想法,或者對你的生命,或者你那一刻覺得很悔 都會有些衝擊的,雖然是戲劇 但是有一些我自己覺得是很深層次,很值得你去反思 例如,我可以介紹你去看我的舊片 《生命因你動聽》,這部戲我很喜歡 你可以看一下,我也覺得很棒 另外,譬如《Sauce and Redemption》,《月黑高飛》 我都覺得很值得去看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主角被人屈辱了二十多年,到最後逃獄 有時候有很多人想死,有一些人想盡辦法都不死 就算是明屈的,擺明是屈你的 然後你一無所有,所有事情都沒有了 但怎樣去忍辱負重二十三年 當然,你可以說是戲劇來的 但你不就感受一下,你自己投入一下角色的感受一下 怎樣去等待一個機會,或者鋪排一個機會 到你吃虎的時候,你就吃虎了 那你就想一些這樣的方法 你看到他身邊很多人都放棄 好像戲裡面都很多人都放棄 寧願不放監,因為坐得太久 有些坐了二三十年 坐到出去都根本適應不到 他進來的時候都沒有車的 這條街還是馬車時間 或者是很有錢的才有車 他放出去,坐了六七十年 有些坐到,好像阿蘇不知坐了幾年 坐到有年輕人的時候 十幾歲坐到,變成八六七十歲 才走出去 Morgan Freeman 不是Morgan Freeman 在之前自殺那個 那個走出去,根本都沒有辦法適應到社會 因為那些車已經是彷彿的聲音 他連馬路都不認識過 他寧願回到監獄 他已經是 那些人好像住在一條村子 住了很久很久很久 他死了回去那裡 不可以去別處生活 那些人很多人都選擇放棄 但是主角被冤枉,老婆被殺了 然後他想了很久 經歷了很多事情 到最後他怎樣去吃出這批牌 或者怎樣去拿那個機會 我自己覺得到最後是很勵志的 雖然是一個戲劇 但是當你投入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否真的要死 那也不死 雖然你可能說 就戲而已 那也不一定 世界上也有一些人 但是用一個戲劇的模式 去告訴你 我覺得 那也不死 真的很差 老婆被人連開幾槍 都死了老婆算了 還要屈她 屈了她進去 還要受盡凌辱 那怎樣去 不要放棄 我覺得在誰死的時候 或者想死的時候 我去選一部電影看 我也覺得OK 另外都有幾套舊的戲 都可以推薦一下 其實幾次現在 香港那個教育的情況 譬如有一套叫做 小孩不笨 有沒有看過 有有有 聖加坡片 聖加坡片 還有一套叫做 作死不離三兄弟 一套印度片 其實這兩套片 都幾次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是那個教育制度 情況之下 就很講求大家的成績 去怎樣看 而可能在那些 家長的層面 都很強迫 那些小朋友 要只是努力讀書 將來就在這方面 會做好些 然後就會成功 這樣 然後在某情況之下 令到那些學生 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也都在這兩套戲裡面 其實都出現了一些情況 就是有些學生 就是 可能本身就是資質上的問題 的影響 而也都不能夠 感覺到那些父母 或者是那個教育制度 或者老師那個的期望 而可能選擇了就是 用輕生自殺 那都可以其實用這個去回想 其實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其實有沒有東西 可能教育制度就是已定的了 那可能在我們身邊的人 就是家長或者老師 有什麼方法 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處理一下 或者舒緩一下 我自己覺得看電影也有個好處 就是 你真的不知道跟誰說 說了又不明白 他說了又好像不太能回答我 那你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自己看電影 或者你今時今日 找電影看不難 過來兩個小時 不過你知不知道很有趣 其實整個亞洲 那些學生 可能是韓國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我只會說 因為讀書壓力大 是自殺的 新加坡 你很少聽他們的學生自殺 為什麼呢 新加坡是很少公佈他們的自殺數字 也都不讓你說 因為最近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有個學生 那件事是這樣 有個女生說被人非禮 那 閉路電視鏡的學生跟著他 但是有沒有做呢 就不知道 但是他進去認了 那老母子出來問你真的有做 沒有啊 那為什麼你認 那麼 查人告我 我就坐 然後自殺死了 算了 然後呢 父母也是叫生怨 教育部長 真的吵咬他 說他屈咬他 那樣 而這件事很有趣的 你很少在新加坡的媒體 很少說他們國家的人自殺 當然啦 控制了媒體 跟香港一樣 香港所如無幾 新加坡的媒體控制了香港 是 絕對是 但是 我剛才所說 我自己覺得 你選擇這些戲來看 看完你自己一個人面對 你就投入一下那個角色 其實你投入了 你會開始有些 有些 雖然你未必明白你小時候 但是你就有看 我覺得是有些 有些頓悟的 中間是 會令到你 在那個廟裡面 或者 對你的人生 有些 對你的人生有些衝擊 我自己覺得 衝擊了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有些事情真的可以 改變 或者有些事情可以做 世界是不同 或者 不要看得那麼大 我自己覺得 可能在這幾部戲裡面 其實 我們會覺得一個比較 正確的想法 就是 其實路不是只有一條 可能在香港 現今社會 所有的人 會把所有的路 是局限了一條 在小朋友的成長當中 家長或者老師 都會告訴你 你努力讀書 讀好些書 升大學 然後出來找一份好工 買樓 就是在這裏 下去走的了 而其實 如果只是這樣想 某程度上對於小朋友來說 如果我讀不好書 我就死了 死了 其實 看這些戲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路真的不是只有一條 而在我們這些 叫做 長輩 或者成年人 我不是長輩 對 即是我們可以 你叫做Uncle 你不要裝 Uncle Kenny 亦都可以 給這些小朋友 其實 如果你在這裏 走不到 你也嘗試想想 有沒有其他 的事情 你是想去做的 就嘗試其他地方發展 因為路 真的不是只有一條 但是你覺得 香港發展 特別是 我覺得越來越 這裡 其實香港發展 很少 可以和我星星住三天 你不覺得很糟糕嗎 你讀書不成 你覺得人生好像玩完了 是的 對 我想我們去年紀 身邊的人結婚生孩子 你不覺得他們很慘 讀書 小孩子是你的意思 看你無線 我不要說你很極端 讀國際學校 讀國際學校 當然是舒服一點 但是最便宜的那間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應記 都說成一片一個月 差不多 差不多 已經最便宜的那間 我們台上已經有人讀一片 小孩子 都是那幾個 你說回普通學校 好像 例如我認識過 我有個親戚的兒子 他已經是不太適合他的兒子 因為他自己的學歷都不高 但是 做功課就有十二、三點 有基本功 十二點 凌晨一點 然後又學十八般武藝 學了一些東西 他都不認識 我看他的英文 我文化水平低 家裡幾個大學生 都在看 不懂得讀 這個字 現在教這樣的東西 你看到是很 很抑壓的 我有個親戚都說 你不能怪小孩子說 港鞋 不會綁鞋帶 你不能怪他們 為什麼 他們沒有時間學綁鞋帶 你要他教他綁鞋帶 你不如讓他有多時間去做功課 都好過 不如我幫他綁起來算 你是社會那麼病態 好像政府很昂貴 早幾年就說 不要只看學業成績 我們應該看看有沒有課外活動 結果那些年輕人更慘 更多課外活動 我覺得現在的人在香港很慘 那些年輕人在香港讀書很慘 慘得很厲害 哪有童年 最慘的是家長一起跟他瘋 我剛才說過親戚 他們的口頭就是這樣 為什麼旁邊的人只有我女兒不行 我朋友也是這樣說 但是他會好一點 就不是逼他 逼沒用的 我始終都覺得 但是我又這樣說 你在這個環境和制度下 你有時很難 我們三個沒有小孩子 你始終都很難明白 有些像一個外人一樣看這件事 是呀 你沒有小孩子 你站不到他那個 你的針根不下你的肉 公道一點說 始終是差一點 我知道 但是 是不是對一個小孩子最好呢 這件事 你當然是想學業成績好 當然是 但是 現在這個 我這樣說 這個不病態的社會 其實是共業 這種共業 不只是說 不黑劍 含家賊搞出來 不黑劍是混蛋 一定是 但是 我們 我們 怎麼說 好像黃燕之那些八婆 說我討厭政治 我討厭政治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討厭政治的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 社會變得很病態 然後你下一對受苦 很不開心 你問我的 有時打開新聞看到有人自殺 不是一宗不是兩宗 不是自殺 個人我自己也有些 抑制 那些還要不是那些 大人 全部都是小孩子 大把女兒等著他上 這個世界大把東西玩 然後他走去 那就很難過 因為 不可能 上次你 我聽你二三四 你說你 網聚有個 不知什麼網友 找不到女兒 你叫他聽自男信箱 有啊 他有聽阿正陽 你叫他聽 你叫他聽 你知不知道 有些很厲害 愈來愈多人寫Francue letter 說一說 最近有一位聽眾未錄的 寫Francue letter 他來說 真是多謝阿基 因為阿基激勵我 我現在又入到港大 又找到女兒 真是多重要 真是 坦白說 你問我 人生十樣 我真心回答你 你有聽到我真心回答你 九樣東西都是是的 或者九樣半都是是的 除了你很有錢 你老爸生出來 本身你就很有錢 如果不是 我自己覺得 十樣有九樣 九樣半都是是的 只剩下那半樣不是 但是有你就享受 或者你就去爭取 而不是說 九樣半都是是的 死了 人生不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介紹 你看看不同的事情 人生不是這樣的 人生是真的可以和一星星住三天 然後你想想 你和女兒說 我和一星星住了三天 幾天 和一黑星星 回來了 有時就是 你去做一些 去 離開香港 或者 你覺得香港的 真是沒有前途 不要緊 讀書 儲少錢 離開香港 出去遊 世界那麼大 你沒看過 怎知道 我都沒去過歐洲 去完我才知道 那些照片 拿那麼漂亮的相機拍 用手機拍就行了 你以為那些人拍照回來 真的很漂亮 那些景色很漂亮 我隨便站在那裡 拍了兩張照片回來 像明星一樣 只戴了一張籃子 只戴了一張黑超 像明星一樣 因為那個景色太漂亮 你明白嗎 後面那個好像一幅畫 你不需要去任何 吞飾 或者搞任何事情 我只是坐在那裡 拍一張照片 因為那個畫 後面的風景 真的太漂亮 那些人沒有污染 不是在大陸 不是在香港 那些地方很寧靜 很平和 先看看 未看 又死 很難 不可以的 雖然我真的告訴你 十樣九樣 本來上班就被人吵 早上又不想上班 上班又被人吵 然後捱到下班 又很淒涼 回去吃飯 一睡覺又上班 又被人吵 天天都是吃屎的生活 是這樣的 不要緊的 因為吃屎的生活 就去捱一下 捱過了 你要記住 不是只有你吃屎 大家一起陪你吃屎 就先吃屎 你也是朋友的 吃到差不多 就出去看看世界 才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 這麼漂亮 這麼大 原來鬼妹的球這麼大 或者鬼妹這麼高挑 或者鬼仔 都挺英俊 看看世界 或者去見識不同的東西 你就選擇 儲了錢 不喜歡的儲夠 就走 去別處 香港不是一個 你一定要Stay的地方 香港很厲害 這個世界很多地方 可能真的沒有這麼厲害 可能那個地方 適合你的性格 去到那個超人 在他的國家 在他的星球 只不過是普通人 來到地球 多厲害 你又會飛 又救人 會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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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知道 你還沒想知道 我會知道 我會死 看了沒有 我都寫了很多次 或者說了很多次 試了沒有 試了鬼妹 沒有 人家說很闊 你試了沒有 未試又死 人家有球很大的 你開了沒有 未試又死 對不對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你走出去看看 試一下 不然鐵塔多高 上去試一下 風 好像人家有橙味 沒有 人家說去那些酒莊 或者去那些什麼 吹在那些風 不肯同的那些味 那些空氣不肯同 有味的空氣 試過沒有 他們說去西藏 叫雞 那些雞 有鬚味 試過沒有 先試一下 你還沒試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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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是要去試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味 但我覺得要去試 而你跟我說 在香港受了幾年屈辱 或者你很不開心 然後你就選擇不玩 我就死了 我覺得你不夠 跳出去的框框 不要一直走 你不要讓香港社會 或者香港的人 去畫一個框框給你 他們的框很細 很多人的眼界都很細 或者傳媒的視線 或者視野 他們看一些東西 正如我說 你看得多 學是學非 你的腦子 整個腦子都學是學非 但原來 人家都可以開槍 試一下子彈 分到棺材 試彈了沒有 試一下 跳崩珠針 跳沒有 Skydiving 跳沒有 試一下 怕是嗎 其實我又很建議 如果你真的有想過自殺 很抑鬱 你去旅行會好些 一定 我不是叫你 看人多慘 我就不喜歡 叫人去大城市旅行 我很討厭人 不開心去日本旅行 你去 我覺得去一些 另類 我不是說 要看人家 覺得是 我是要你看 這個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生活 你去一下 可能去一些近一點的 就去日本 你去一些鄉村的地方 例如我去過沖繩 北部的地方 他們幾百元 一條村 你會覺得 是有人這樣生活 你去西藏 你不要留在拉薩 你一定去一些 落後一點 如果你說 負面一點 你看一下 人們怎樣過 為何他們 撞傳佛教 是怎樣的 你看看人家怎樣生活 跟當地人聊聊天 他人會開心一點 是要看一看的 我真的覺得 要出去放眼這個世界 所以 你經常困在這些地方 你經常被這裏的傳媒 或者被這裏的東西 圈驗你 這裏的人 這裏的政治 那你便經常覺得很灰 我在那裏 我死了 沒有啦 喂 不是 並不是這樣的 就是世界 或者很多東西 我真的覺得並不是這樣 你 沒能夠走過 你真不知道 你沒走過 你不要說死 你走完回來 走完完 跟星星住完三天 你回來 我還是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要死 不要緊 你去死吧 但如果不是 你都沒有跟星星住過三天 你先住一下 黑星星 可能跟他住好朋友 還覺得那些東西蠻好吃的 正 不用想 那裏 喂 世界就是這樣 有如有 走到那森林那裏 那裏 又是那些外國 不知道discovery Facebook人 post 那些人是神經病的 窄一些 那些 他在那裏嘗試土人 即是最原始的生活 在那裏 蓋房子 自己 拿些水泥 拿些東西燒 燒些器皿出來 鑽木取火 一邊蓋 然後鋪一些瓦仔 自己燒些瓦仔 一邊蓋一邊 一邊蓋一整間 煮東西吃 在那裏 搞錯 是這樣 你眼界細 你覺得 放你身好東西 你覺得羅仲謙很重要 要結婚 但不好意思 其實不是 我覺得 我有興趣 看看那個人和星星住了三天 到底有什麼得著 或者他有什麼看法 分野就是這樣 看電影就是這樣 即是 節目的意義 我亦都覺得是在這裏 而不是說 那部電影 那個人在後面 第三排 第二個 那個是不是 Walbert Williams 那部電影 我夠知嗎 但是 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意義的就是 我告訴你 沒有人死 就看這兩部電影 那才是重點 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件事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不是很普通 有時 你只跟我說這部電影 好不好看 有用嗎 我們還有沒有時間 我想說 剛剛我坐飛機的時候 看了一套 港產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套港產紀錄片 叫做 爭氣 應該是上年上的電影 聽過 聽過 因為我其實 好像劉德華 劉德華不是投資的 劉德華不是投資 劉德華是幫他 那套東西 那個 寫大字 寫他那個 那個poster 上面那個 爭氣兩個字 那套戲其實很有趣 那套戲其實是一套 香港的紀錄片 跳舞的是什麼 不是的 他是說 香港有一個 社企 他們就搞了一個 一個暑假的訓練營 就去招摸一些演員 去做一個 一學生的演員 來做一個 歌劇 歌劇 這些香港都很 這些很懶悶的東西 花糖就知道 是的 他專門找那些學生 還要找一些 比較 在香港眾人眼中 比較像一等的學生 譬如那些 現在講的Band 3 就是我們 那時候Band 5 就是我們 的抗室 糟糕 然後 也會找一些 新移民的學生 也有一些 可能是 很早已經 轉了學 後手再回去 再讀書的學生 也有一些 可能是 本身有視像 的學生 專門是給這些 學生 從這個 暑假的訓練班 裡面去 嘗試改變他們 其實看完這些 都挺有趣 挺感動的 都挺像 我們今天所說的 主題就是 其實 那些學生 可能本身有問題 是存在的了 差了怎樣幫助他們 就是怎樣有耐性 以及從不同的方法 方面 去 去 去 教導他們 我們成年人 怎麼看這班學生 對他們來說 其實影響都很大 你不要經常說 人家費 其實裡面有個故事 都挺有趣 張元秋說 沒有用沒有前途 三毛 低能的 沒有人關心 你不要經常吵架 年輕人可以 低能的 其實學生 例如街童 只會在街上跟人打架 亦都是從不停在這個訓練裡面 人家給他機會 慢慢慢慢改變 由最初不聽話 還是阿智阿捉 到他開始覺得 這個訓練裡面的人 是有心去幫他 而每一次犯錯 人家給他機會 再犯錯 再給他機會 再犯錯 再給他機會 多次之後 其實這個人已經改變了 到他可能 完結了這個訓練之後 其實出來 他會做一些 對他未來有好處的事情 就是不看學士學非 不看學士學非 也拔掉電視的天線 不再看CGPP 這個重要 其實他會做一些事情 會負責的 例如幫學校做一些 處理一些科學活動的 即是贈感強 贈感強了 他自己會有這個 而最深印象 其實有一個 那個年輕人 就是他 本身天生 本身 天生沒有問題 看到東西 怎知道 慢慢大 之後 就開始 視力慢慢變差 灰灰灰 簡直是 看不到東西 他個人就變得很內斂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家人怎樣對他 這個也是 他爸爸可能對他覺得 沒有問題 接受 但他對他的問題 就是他媽媽不肯接受 他媽媽不肯接受 他不敢跟他的親戚朋友說 他兒子 覺得很收家 他媽媽覺得很收家 奇怪 他還是有個機會 兒子有機會康復 但小朋友 他自己會知道 就是他自己慢慢接受 自己是慢 而且他剛剛才是慢 所以他很多事情 都沒有融入到一個 蠻型的世界 譬如特字 他還未學會怎樣去看 在街上拿一支拐杖 都不知道怎樣走路 然後藉著這個訓練形 他慢慢慢慢地改變 他做了很多以前不敢做 或者是不相信自己做到的事情 可能是跳舞 跟一個partner一起跳舞 即是你平衡不到 是的 而且他是看不到東西 還有唱歌 唱歌最大的問題是 他不懂得特字 他不知道歌詞是什麼 他純粹靠記的方法去記住 就不是像方律生那樣 不音不全 都不是的 唱出來反而還好過他 所以每個人的能力是有不同的 唱得好過他就不是很難 然後到他慢慢地改變 其實他有一番話 他跟他媽媽說 其實都很觸碰 他跟他媽媽說 其實希望他媽媽可以接受 他瞞這個事實 其實他自己都已經接受到 只不過是沒有一雙眼 又不是沒有一條命 有什麼是做不到 對 對 所以這部電影看完之後 其實都很感動 很多part都大家都可以在裏面 拿到多一些概念去看 都挺鼓勵現在年輕人 究竟你現在擁有什麼 有什麼可以再做到呢 我只是想跟你說 擁有全世界 不是香港 我最近有個很理智的故事 也想跟Kenny分享一下 你那個很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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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年有誰跟你爭 今年好像有 春夏有沒有 春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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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給春夏 還很理智 男主角 晨晨 阿成 晨晨 是否很理智 阿成的電影 真的不是很虛 打明 不要再說 但這個也很理智 還是那句 還有很大進步空間 《傳聞》 是十年多最佳電影 希望 希望 這個就是很理智 這個就是希望 正常阿成也拿了影帝 張錦晨已經是天王 天王級 如果你說 女主角有湯惟 有楊千華 有張艾嘉 有林家欣和春夏 竟然還是被楊千華 認識貨 嘩 他那一套真是很麻煩 小孩校長 對 他的戲來也是那樣 跟黎明一樣 我寧願給黎明 只要再笑一下 算了 有他 什麼時候做 4月1 還是4月2 聽完 下次回來我們再說 誰贏了 等下一次頒獎後 回來又再 4月3日 星期日 雖然有些無謂的 頒獎典禮 如果十年獲獎 我們就說 支持一下 十年獲獎 好 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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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